哈喽大家好 我的塑胶护发终于给补上了 因为之前咱们的这个饲养单油 我当时就是用完了 一直没能补上 这次物流通了终于补上了 那么今天呢 我教教每个油和塑胶是怎么个用法 首先让大家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头发梳顺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单黄涂我们的塑胶之类的时候 头发打结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好 很多人都说羡慕拉姆的头发 其实头发和我们的护肤是一样的 需要去坚持使用 才能看见效果是不是 我用完塑胶 感觉头发洗完以后特别蓬松 你看这个已经是两三天没洗了 但是很久还是可以的 所以的话塑胶对我们这个头发蓬松 也是有这个的 大家一定要准备一个这样的喷雾 它里面是装水的 然后直接往我们的头皮去打湿就可以了 嗯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用到的就是陶仁油 然后呢把它放到我们的手上 它的话主要就是 让我们的头皮和发尾均匀地去涂抹 这个陶仁油的话 会让我们的头发很有光泽 就是洗完以后 那么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的黑种草油 它的话也是自然单油 跟我们陶仁盐的质地有点相似 它也是跟我们的头皮上 我用发尾均匀这样去按摩 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我最喜欢的黑眉油也就是养发膏 它的话主要就是对我们这个发际线 啊兔兔的小姐姐呀之类的都是有用的 它这里面的话有十几种养发的一些材料 所以的话对我们的头发是非常好的 我的话这边发际线有点危险 所以我就经常会在这里抹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塑胶 塑胶的话啊有两个 我这个已经用完了 我就直接用这个新的这个 它的质地是有点像果冻的 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这样 往头皮上这样去按压 拿不准手法的话 可能会弄到你衣服上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 我用的这样去按压 然后慢慢去弄这样的话不容易粘到衣服上 嗯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把我们头发绑起来就可以了 嗯现在就这样绑好了 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这样抹完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以戴个头套 然后睡觉第二天把它洗了 如果你时间比较急的话 放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然后就把它清洗掉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一个奥斯曼草棒 它的话主要对我们的眉毛 还有睫毛这些 想要长长的话 大家可以就是坚持使用 我一般是喜欢用这个黑没有 然后拿一个棉签 往我们的眉毛上涂 如果大家没有棉签的话 也可以这样搭配着去用 往我们的眉毛上这样去涂 然后想要睫毛长长 也是可以这样 往我们的睫毛的这个根部去涂 然后我们有一些发际线 比较有困扰的话 大家也可以这样涂 大家就是坚持使用起来 咱们以后就不用用我们的这个发际线粉了 它自己长出来了 是不是 就这样 好的 那我们就这样咯 我去休息个一两个小时 因为我下午要出去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